绝望的莱娜想引弹自禁 只要扣动扳机 她就能和这个痛苦的世界彻底告别 可在这时 围墙外却传来了一阵敲击声 原来是正在懊恼的法尔科 看着法尔科离去的背影 莱娜暂时打消了自禁的念头 她突然想起 自己并非孤身一人 至少还有这些孩子可以依靠 法尔科并不知道自己救了来 现在的她心情非常沮丧 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也依然不是假逼的对手 如果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她根本不可能夺回巨人的继承权 法尔科漫无目的地四处乱网 最后来到了一家医院 这里是伤兵的聚集地 他们或者四肢残缺 诱惑精神失常 已经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就在法尔科正发愣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 伤兵向法尔科道谢 之前自己摔倒的时候 是这个少年帮助了她 伤兵说自己名叫克鲁格 之前体检的时候 他跟医生说自己失业 但其实这些都是谎言 他只是单纯地没脸回家罢 法尔科很同情他的遭遇 还承诺绝不会向医生告他 短暂的闲聊让法尔科敞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的苦恼 他比不过童年龄的后补声 这就意味着他无法继承巨人之力 但克鲁格却说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变身巨人成为炮弹的把子 只有短暂的27年寿命 法尔科愣住了 他没想到居然有人和自己想法相同 但法尔科告诉艾伦 自己并不在乎巨人之力 他只是想保护心爱的姑娘 克鲁格叹了口气 你看看住在这间医院里的 他们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四肢残躯 如果早知道自己会落得这般下场 他们恐怕不会选择上战场吧 但现实往往身不由己 总有人会推着将你送入地狱 但地狱的另一头究竟是什么呢 是一望无际的自由天空 还是另一片哀嚎地狱 身在路途中的我们无法够置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前进努力探索 回去的路上 法尔科遇到了莱纳 与之前的滴落沮丧不同 现在的法尔科充满朝气和斗志 他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也不知想要送去哪里 这封信是克鲁格亲笔所写 他拜托法尔科把这封信寄给家人 法尔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 他将信送入邮箱 却不知正是这一页薄薄的信质 居然会成为摧毁马来的导火手 在法尔科寄出信封的同时 一个金发男人也来到了马来族 他就是戴巴家族的族长威力 也是马来帝国的实际掌控者 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拉拢马加特 争取马来军方的权力支持 身为名义上的管理者 戴巴家族这些年表现得非常低调 一直过着隐居的贵族生活 可随着科技飞速发展 巨人之力已经不再是无敌的存在 世界各国虎视单单 马来这些年的战争罪行将被清算 马来若想保持霸主地位 那就必须回收始祖之力 而他也将在不久后的基地上 向世人公开巨人的全部历史 号召全国军民向着帕拉底岛发动独攻